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了解过去把握未来 大家好,我是李之一 特朗普家族的发家史要从唐纳德特朗普的爷爷弗雷德的父亲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开始讲起 爷爷弗雷德里克于1869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小镇上 不过后来他的儿子弗雷德由于需要与犹太人做生意而否认这一点 对外声称自己是瑞典人后代 弗雷德里克家境贫寒,幼年丧富 为了生计在16岁时孤身一人飘洋过海来到美国 投奔已经移民美国的大姐家 刚到美国时在理发店里做学徒,一做就是6年 19世纪末,美国西北部及加拿大地区发现大量金矿 这是已经28岁的弗雷德里克早已厌倦枯燥的理发工作 于是只身前往西雅图投身淘金热潮 特朗普家族的经商头脑在弗雷德里克身上开始显现 虽然当时不乏一夜暴富的淘金者 但更多的是面朝黄土被朝天一无所获的人 弗雷德里克在淘金者们的必经之路上 开了一家级餐厅、旅馆、色情交易一条龙市服务酒店 很快生意爆满,弗雷德里克也成为在淘金热潮 为数不多真正赚到钱的人 当弗雷德里克再次回到纽约时 已然成为妇人中的一员 很快与邻居的女儿伊丽莎白结婚 并于1905年生下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父亲 弗雷德·特朗普 好景不长 1918年 弗雷德里克与儿子弗雷德一起散步时 突赶不适,并最终死于流感 当时弗雷德刚刚12岁 弗雷德里克去世时 留给家人的净资产、连带房屋和股票 共计为31359美元 以现在的美元价值约为100万美元 幼年丧父的弗雷德在父亲去世后 冷静分析了父亲所遗留下来的所有产业 果断判断出最有发展前景的是房地产行业 恰逢1880年至1920年间 美国爆发第三次移民潮 弗雷德建造了大量的连租房 租给刚刚来到美国并不宽裕的新移民 就在弗雷德的房地产生意刚有起色时 1929年 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时期 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失业 一半银行倒闭 大批民众排队领取救济食品 弗雷德再次展现出过人的商业天赋 他建立起当地第一家现代化超市 低价收集人们变卖的产品 再转卖给迫切需要的人 虽然没有房地产行业的暴力 但也让弗雷德平稳度过大萧条时期 1930年 经济大萧条短暂复苏 弗雷德快速反应再次回到房地产行业 兴建了大量保证民生的贫民公寓 对形势的正确把握 使幸运的天平再次眷顾弗雷德 1933年刚刚上任的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 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改善民众住房条件 先下手为强的弗雷德公司 因此获得了巨额国家补贴 本集我们主要介绍了特朗普家族的发家史 下集我们将详细介绍 特朗普家族成员之间的恩怨倾仇 请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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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关注